这些论路到药蒙顿的这个经典 如果你们能够全然接受的话 那表示你相当有那个 因为这个虽然在文字上在挤收的时候 你们没有办法去看到这个无相的东西 所以你们会感到,是这样吗?是这样吗? 那如果你有这样,是这样吗?是这样吗?是这样吗? 那就是表示你还要用点心再去看看 那我们在上一个礼拜就讲了说 波热即云,说波热无知,无事不知 波热无见,无事不见 在你们来看起来的时候 你们一定会看不来 不晓得到底是讲什么 波热无知,不是波热都没有 不能不知道,还是波热都没有知识 还是什么样 还是说波热没有办法知道 不是这个意思 因为我们的这个智慧呢 因为我们的这个智慧呢 它没有一个知 没有一个知和不知 我们的智慧,它生起来的时候呢 它没有说我生起智慧来了 所以你感觉到我们有没有波热 我们有波热,但是你感觉不出来的时候 所以它在提说 波热无知,是无事不知 那你碰到什么事情,什么境界的时候呢 它生起了那个波热出来的时候呢 那个,自来和然生出来的时候 波热的时候,叫波热无知,无事不知 波热无见,无事不见 这个见,波热所见的 所以这个见性见性的这个见,波热的见 我们它好像不是我看到和不看到的 它在看的时候呢 它是无事,它什么都可以看得到 但是呢,它在这个当下的时候呢 你没有办法说 它波热看到了和没有看到 所以叫做波热无见,无事不见 那今天的下来 在现在这一份写下来讲 都在讲这个见的 见性的问题 所以 如果说只是用文字上来解的时候呢 你们一定会 听到到底是讲什么 但是呢,你们慢慢的听 慢慢的见的时候呢 还要另外来挤一些功能出来 给你们有一些 可以说在动态的中间 能够了解这个见性 见性的见到底是怎么样 所以再下来的时候 他说问说 今云呢,不见有无,即真解脱 何者是不见有无 对嘛,那什么叫不见有无 这个不见有无的话 叫做真解脱的话 这个很麻烦的 即然有见就有见,没见就没见 什么不见有无呢 即真解脱呢,何者是不见有无呢 所以这个文字上来讲这个 讲到我们的自信的 这个空信的地方的时候呢 我们切切实实有一点困难 所以我们还要再 从极一些公案上的 来跟各位互相来 从有一个动态的 在这个文字上来讲说 他怎么样讲呢 他说正德,什么叫不见有无呢 他说正德尽心时即明有 这个正德尽心时的 就是说当你悟到后 悟到了以后 悟到的话,你去见到你的空信 你的那个本来面目 所以叫做静心 不是,他这个正道静心 不是我们的这个意识 是我们的清静的洁信 所以叫做静心,即明为有 为什么有呢 我们叫做有 以前他已经有误了 意思是叫做正德静心时即明有 语中不生德静心想 即明不见有也 为什么呢,因为你悟到了 在当下你又生有我悟到了 我不是常常在跟各位讲吗 说禅宗的师父呢 不能说我悟了,我悟了 有些都讲说我悟了,悟了 很多外面的一些修行的人 他修到有点境界的时候 他说他悟到了 但是中文他不能这样讲 我们不是跟你们讲过吗 所以叫以忠生德静心想 因为你悟到的时候呢 即明不见有 即明不见有 为什么不见有呢 你那个空性哪里看得到 看不到嘛,所以不见有 得想无声无智 不得做无声无智想 即是不见无 我们那个清静的邪性叫做无声华人 虽然我们的那个天文解释 以着我们的那个清静的邪性而生出来 但是呢我们的清静邪性呢 我们称他为无声华人 他根本无相 所以你没有办法拿到他 没有办法看到他的时候呢 我们假如说得想无声无智 不得做无声无助想 你又一早一直诸如在 我有一个清静邪性 我这个清静邪性呢 他是无知无想 你又得了一个这样的想法拿去不对 所以即是不见无 就是要使我不见无 就因为你得了无声华人 所以不见无 顾云不见有 所以这个这样想来想去 一样你也是听不懂 所以这个是在这个方面来讲的时候呢 所以这样用文字上来讲 我们无相的清静洁信的时候 很难讲述到你也会听得来 因为他本来就无字 又那个无相 那你怎么去讲出来 讲不出来嘛 所以任言经有讲说 知见利知及无云本 知见无见师及涅凡 云解脱 我们的知见就是我生起一个 我今天很高兴看到什么 我今天不高兴看到什么 我今天喜欢什么 我今天不喜欢什么 你生起这个知见的时候呢 就是我们无名的根本 所以叫做知见利知及无名本 因为我们的清静洁信 它本来就是空性的 它本来就是无相的 但是你起了一个知见的时候 好像在那个很清静的 那个潭水里面 把它丢一个石头来 那水潭水里面就产生了涟漪 所以叫做因为你的知见 你把你的那个清静洁信 把它污染掉了 所以叫做知见利知及无云本 知见无见师及涅凡 你的知见虽然是这样 我看到了花 我知道花 但是我不执着 叫做知见无见 我看到了一个不好的人 所以我不会生起一个烦恼 那叫做知见无见 那叫做知见无见 你没有特别 又在这上面 又有一个执着在里面 叫做知见无见 施其内藩 这样的话呢 你就回归到你的清静洁信 就是不生不昧的内藩洁信 就是这样 所以去野民解脱 那我们禅宗讲的这个 就是真正的 今天到最后 我还会再提一个公案 给各位了解 为什么 我们要修这个 我们不要修那个有神通 我会怎么样 我会灰天 我会怎么样 那个都是问题 那个将来都是落鬼道 你们不知道 我是告诉你们 这个真的是那个样 为什么呢 鬼神鬼神嘛 他就是有神通才叫鬼神 那活为什么叫解呢 解就是一种感应而已 他没有说要干嘛 所以这些东西的话 所以英格叫无所见呢 叫若见男子女子呢 以一切色相 以中不起爱真嘛 以不见等呢 即是无所见 就是说我们 什么叫无所见 什么知见无见 就是说我们 看到好了坏了 高兴不高兴呢 我们知道就好 但是我们不要太过分的执着 在这上面 所以看到一切色相 不欺爱真呢 以不见等呢 即是无所见 就是再讲这个 对一切色相时即明为见 不对色相时也明见 是见 这个很容易 如果你看过 读过那个眼睛就知道 为什么呢 我们的见性的这个见呢 因为你看到有颜色的时候呢 师傅你有见 对不对 你眼睛闭起来的时候 你有没有见 有吗 还是有见吗 你见到暗嘛 你打开来 我看到光安你没有见的 就看到你的那个见的性 没有没有见 没有掉嘛 所以这个也是叫做见 所以我们 我们 这个空性的东西 如果你意思说 我看到外面呢 有看到才有 我眼睛闭起来 有什么都没有看到 那就不对了 那这个见性还是见 你眼睛大概就看得到了 可见你见性没有跑掉嘛 所以呢 对一切色相时即明为见 不对色相时也明见 所以见是答爱见嘛 然后 对物时从有见 不对物时应付有见 答今年见者呢 不论对物与不对物 何以故 为见性常故 我们的见的性没有跑掉嘛 所以我们的 我们知道 我们有那个能够见的那个性嘛 那因为这个见的性 是以着我们的亲近邪性 而起作用嘛 所以有物之时即见 无物之时也见嘛 这样的话 哇 这样高超很多啦 这样的 大奔祢知道这个事情的话 哇 你高超很多啦 你比一般人高很多啦 所以如果你能够回去 能够好好把那个 大自顿路路到要闷闷 上见下见了 你们最少要把它读 超过十遍以上 看看有没有一点作用 不然的话 你们听到这些抽象的民族 你们都听不来了 看不来 你没有办法七日 没有办法正日 见性无来去 知根也和 你这个我们的见性的时候呢 不管是眼耳鼻舌生意 都是同样的 见物时呢 即是有见嘛 无物之时也是见嘛 有物也见 没物也见 就是我们的见的见性呢 没有起来嘛 见性无有起来 知根也和 我们的见性本来就有这个 没有离开我 够我们嘛 所以如来者 无所从来无所弃嘛 这个就是 所以修行悟道 都没有困难不困难啦 就是我们的观念 改背不过来 我们一直执着 我们原来的观念而已 在这个地方 我们讲到一个很简单的 给我们开悟的公案 大家都一听了 马上就会了 那悟道有什么困难 也困难都没有 所以这个赵州老人的公案里面 说圣问赵州 有一个出家人来问赵州 他说 邪人诈日从临 就我 刚刚那个 那个出家不久 就来问那个赵州老人 说 邪人诈日从临 起师指示 请那个 请赵州老人呢 把他指示 什么样的悟道 那赵州说 吃桌了没 吃桌也未 吃桌了 早上以前 出家人比较 比较穷嘛 没有饭吃 早上都吃桌而已嘛 现在我们都 我们现在不能说 问出桌没有 问出桌 你吃桌了没有 没有啊 应该都吃 我早上吃面包啊 没有吃桌啊 糟糕了 我们就不对劲了 对不对 那个僧人说 吃桌了 吃桌了也 因为你来去 和尚庙 荷丹的时候 早上吃桌的时候 大家都一起去吃桌嘛 那出碗桌了 来问赵州说 我炸入总领呢 几十指示 那赵州说 出桌了也未 也未 正在说出桌了也 那赵州也能 洗波雨去 把你的波洗一洗啊 提升一指大悟 他就悟到了 为什么呢 本来就如此啊 你出碗的波 把我波洗一洗的 那 那有什么困难 那他不会啊 那有什么悟到 有什么困难 没有什么困难 但是呢 你如果说 那这个也没有什么 你就感觉到没有 因为 他当下有那个作用 没有作用的话 你也没有办法 这也是在悟到的过程 那在讲这个样 在这个 这个公案在那个 要严格来讲起来的时候 你们答不出来 我问说 那么 他吃桌了是悟了什么 他悟了 他说他吃桌了 他朝朝给他说 喜波雨去 那他悟了什么 我问你们的时候 你们就答不出来了 为什么呢 因为 你没有作用啊 你有作用你就知道 所以 禅宗的公案 你们听得好 很开心 很好玩 但是如果你还没有到 那个地方 再问你去 再问你下去的注解 你就找不出来了 因为你 也还不晓得嘛 他还不晓得 你还要继续努力 还要继续努力 所以 我们 我们用这个方法 来修行的时候 其实会很快 其实会很快 比什么方法都快 但是因为 为什么会这样 到现在 还是 大家很多人都看 听得好像都很好 有一首误了 都已经很不错了 所以 我们很恭喜各位 大家福报相当 下面说 正见物实 见宗有物 说 见宗不利物 为什么我们的见宗不利物呢 我们眼睛看去的时候 看到这个东西的时候 是 本来这个东西 在我们脑心里面 已经有这个记忆了 我们看到这个地方 这个扇子的时候 记忆里面 知道说 有这个记忆 显现出这个记忆 这个东西 没有来到我们脑子里面 是只是 已经我们有这个记忆了 所以 我们看到这个东西的 这个件 它本身没有东西在里面 只是一个影像 传递过来 让我们脑筋记忆说 我们看到那个是扇子 还是茶杯 还是怎么样 这是大家都知道 以前的人可能比较懒 现在人都知道有这个问题 正见无物时 见宗有物 正见无物时 见宗有物 你看到没有东西的时候 是不是有没有看到没有东西 见宗不利物物 这个也是没有说 没有物 没有东西 因为我们本来这个 见的作用 它就一直存在 所以有物 没物都是有在这样的见 所以有生识即闻 无生识 还得闻 达也也闻 比如说我们在拍个掌 你都听到了 那我没有拍掌 有没有听到 听到没有声音 还是有听到 听到声音了 那这样没有声音了 我又听到 听到没有声音 不是说我没有听到 那如果没有听到 我们的闻心就跑掉了 这很简单 这不困难 所以有生识即闻 无生识还闻 也闻 那我们再继续 有生识从闻 无生识 迎何得闻 今年闻者 不论有生无神 何以故 为闻信常故 我们的闻的信 没有跑掉 所以大致合上 在这个地方 这么讲 这个抽象的东西 在当时的时候 一般人是看不来的 那现在我们的尝识 我们的知识 都已经到那个地方 这个不是很困难 因为说什么呢 今年闻者 不论有生无生 何以故 为闻信常故 有生时即闻 有无生的时候 也是闻 是这样 讲说 如是闻者是谁 是谁听到 是谁在听到 答是自信闻 也明知者闻 所以我们的亲近的结信 本来就有这个作用 如果说我们的眼睛 我们的耳朵的器官 还有我们的耳朵的神经系统出的问题 我们当然是听不到 那我们正常人都有可以听得到 这个是他这个闻信 叫闻信 这个我们称他为闻信 所以如是闻者谁呢 是自信闻 是我们的亲近的结信 他有这个能力 如果我们的 有人的身体的器官出了问题 他没有办法听得到 是没有办法 但是他没有听 他耳朵的器官出了问题的话 他其他的器官还是好的 还是可以有 还是有他的结信在 此顿路 此顿路门以何为忠 以何为止 以何为体 以何为用 这个地方有 中止体用 事则是个方位来讲 顿路法门 以何为忠 以何为止 以何为体 以何为用 无恋为忠 忘心不起为止 以清净为体 以智为用 他这个讲说说 无恋为忠 那什么叫无恋 无恋就没有了恋 还有什么忠 忘心不起为止 以清净为体 以智慧为用 以智为用 问呢 即言无恋为忠 为神 无恋 者 无何恋 所以他又在讲说 又在提词 只要说 既然是以无恋为忠 那不晓得 为神就不晓得 无恋者 无何恋 到底有什么恋 答无恋者 无邪恋 非无正恋 因何邪恋 因何民正恋 答呢 恋有恋无 即民邪恋 不恋有无 即民正恋 这个 现在讲的这个 这个 这个 无恋呢 就是 我们 他这样讲的时候 我们也 以后这样来解释 也是可以 但是 我们把它方便来讲 就是说 我们一恋未起的时候 我们每个人都有恋头 恋头来 恋头去 所以我们参常的时候 现在都叫你参恋头 是谁 到底你谁在恋 你恋从哪里来 我们还一恋未起之前的时候 那个叫做无恋 那个应该叫做无生华人的无恋 但是现在呢 大多讲出来的无恋呢 为什么 无恋者何呢 是何恋呢 他说无恋者呢 说无邪恋 无 非无正恋 就是说我们 他在讲的是 起用的时候呢 我们有不好的恋头呢 要 要赶快把它放下 但是不是没有正恋 要随时随地 起出那个智慧的正观 因何为邪恋呢 就是因何为正恋呢 答呢 恋有恋无呢 及云邪恋 不恋有无 及云邪恋 为什么呢 有来期有要做什么 有要干吗 要去花财 还是要去做什么 这个样的叫做有无 有恋有无的叫做邪恋 我们常常会有人 有那个不正恋的时候 取那个歹恋 当然这个歹恋就是不好 就是邪恋 但是 不是说叫你都不要恋 你要有个正恋 所以你要智慧的观照的时候呢 这个叫 我们有这个正恋的时候 我们做起事情来的时候 就方便 所以 恋善恋恋 名为谁恋 他这个时候 体恋善恋恋的时候 做一个好事 做一个坏事的时候 不是不好 做善让它好 做恶让它不行 但是就是说你体的一个 在你这个一恋为起之前 你还常常照顾好 常常扶持 善扶持 善扶持 善扶持你的这个恋头 不要让它到处去攀炼 这是这个意思 不是说叫你都不要恋 就是说你恋的时候 你知道这个恋 一恋起来的时候的这个问题 恋善恋恋 名为邪恋 不恋善恋 名为正恋 因为你一恋为起之前 我们称它为正恋 一恋起来的时候 我们称它为攀炼心 我们随地随地 要把攀炼心放下 应该来这样来讲 会比较合乎 我们修行的方法 乃至苦、乐、生、昧、奇、舌、怨、亲、珍、爱 并云邪恋 不恋苦、乐、者等 即云正恋 所以他一恋为起之前的时候 他在这两讲 就是叫做正恋 叫做无恋 我们起的意恋出来的时候 不管你 就是你的攀炼心意出来的时候 我们知道要关照 要知道说 随时随地要照顾他 因何是正恋 答正恋者为恋菩提 他现在讲了说 因何和平正恋 答正恋者为恋菩提 把德山悟道的过程 来跟各位讲 因何和平正恋 正恋者为恋菩提 什么叫为恋菩提 这样的话 菩提就是悟道 就是劫 为恋菩提这样的讲的话 你们会好像很 很难去世 那我现在拿起德山悟祸来叶龟山 德山我们讲过了 因为碰到那个阿婆子 跟他问他说 他要找点心 他说过去心 那什么是他的什么心呢? 过去心不可得 现在不可得 未来心不可得 那你到底要点哪个心呢? 他开始起 然后来参龙坛重新禅师 污到以后 污了以后 又来叶龟山 龟山灵六禅师 那家父子上法堂 父子就是我们的那个生带 生带里面包了很多的 那个海青 还是那个 那个袈裟 一个一包的 叫夹的 来上法堂 法堂就是龟山的 那个山门的时候 他在上奖金的地方 来上法堂 那个重西 重西过东重宫 东过西 这一点你们要会 西餐园的时候 已经要重西过东 重东过西 来回走走看 人家问你说 你要做什么? 然后他来到法堂的时候 重西过东重东过西的时候 有吗?有吗? 一直在讲有吗?有吗? 那这个时候呢 那个龟山呢 坐在那个地方呢 他都不看他 山坐四 师不顾叛 就是德山都不去看他 就是在那边走来走去 有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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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德山也 吾吾吾 便出去 德山也吾吾 便吃至门所乃也 虽然如此也不得草草 随即威已 在日相见 才垮蒙便提起座绩 提起那个座绩 就是我们他 才垮蒙进来 我们那个 我们的座绩是我们 出家人的那个 一个拜祖师 拜那个 那个我们的 祖师在用的那个座绩 所以我们有时候 以前我们打仗 打坐的时候 也可以用那个座绩来谱了 他就也就是和尚 那个 那个龟山准备礼 那个 那个 佛子拿起来的时候呢 那个德山就大喝一声就出去了 所以 为什么他要讲说 吾吾吾 吾吾 吾吾 吾 他没有吗 人家的悟道都没有啊 不用悟吗 然后呢 所以这个 这个公案呢 这个公案呢 在那个 闭言录里面呢 有提示来这个 一件来讲 他说 他讲说 为什么要吾吾吾 他为什么叫吾吾 他 那悟道以后呢 他说 有吗 有吗 然后又自己讲说 吾吾吾 就变出去了 不是没有悟道 不是没有悟道这件事情 所以就是 这个菩提呢 唯恋菩提呢 这个时候 他悟道了以后呢 他 他这个念头 每一个起来的时候 他已经知道 所有的一个 所有的念头 出来的时候呢 都是一些 妄想之头的时候呢 所以他 他一直在照顾 他自己的念头 所以 有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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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吾吾 这个过程 你们好好去看那个 闭言录他就有讲到这个事情 所以这个 无畏念菩提的时候呢 就是说 你随时随地要 反观制造 你知道你的妄想来的时候呢 要 把他淡然放下 不用让他继续的 一而再再二三 一直盘下去 所以呢 菩提可得吾 答 菩提不可得 菩提不可得 你怎么得到什么菩提 有什么菩提可得 你拿一个菩提来给我 花多钱 看花多少钱跟你买下来 哎呀 没有这个菩提可以买 没有菩提买不得 所以菩提可得吾 但是唯恋菩提 然后现在说 菩提可得吾 答菩提不可得 为什么不可得 清净的决心 无效怎么得 即不可得 云何为念菩提 虽然是不可得 但是为什么要念这个菩提呢 所以菩提两个字呢 也是一个 也是不可得 也无前后得者 为何不可得呢 即无有念呢 四名正念 就是他在讲的这个 都是在文字 文字讲这么多 但是回答简单就是讲说 我们这一念未起之前的 这一个叫做正念 不是偷 我都没有念偷 我死死在那里 傻傻 不是这个意思 我们要知道这个问题 我们要知道这个问题 他说 他怎么样呢 他说 只如菩提 就是这菩提呢 也是假立名字 死不可得 因为 因为 我们的菩提 就是我们的 我们的那个 洁信的 这一念心呢 哪里 无相拿不出来 所以死不可得嘛 也无前后得者 也没有说前有得 后有得 你前面没有得 你还是一样 有洁信 每个这位 不管是有悟没悟 都有洁信嘛 每个人 悟了后一样 也没有得到什么东西嘛 所以我也不可得 即无有念 此个无念 即四明正念 菩提无所念 无所念者 即一切是无心 是无所念 但是 这一切是无心 你不是说 我什么到哪里 都没有关系啊 人家打你 骂你都无所谓啦 然后你也不吃饭 也不穿衣 然后每天傻傻 不是这个意思 不是这个无心 他说 你这个一念未起之前 叫做无心 是无所念 只如上所说 如其种无恋者 即是随事方便 贾利明治 这也是贾利明治的 绝同一体 无恶无别 但只一切是无心 只一切是无心 即是无恋 得无恋时 自然解脱 自然解脱